现在时刻洛杉矶的晚间六点整 后视追踪民生关注 惊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和酒精类的饮料 现在是属于同一个级别的 那么也是成年人使用的一个产品 那么最近呢 在加州的议会 现在对于这个大麻 又有一个新的法案推出来了 什么法案呢 就是允许地方政府来核发 这个大麻减餐店的一个许可证 让消费者 你在这个店里面 不但可以吃东西 可以喝饮料 也可以使用大麻 这个目的呢 就是要推动观光 还有促进经济发展 那么这个模式讲得很清楚 就是效法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一个做法 那么全国呢 是我们加州率先效法 那么如果这个加州做成的话 第一个影响的地方就是纽约了 纽约可能会随后跟进 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来研究一下 这个方法到底能不能够吸引到 其他的州的消费者 或者是全世界的消费者 到加州来花钱呢 以及到底我们这个住在加州的人 或者是你的朋友也好 会不会怎么讲 就是对这种地方有兴趣呢 你自己会不会带你从远方来的朋友 去这种这种大麻的减餐店消费呢 好那么今天我们针对于这个话题 请到的是余昊来跟听众朋友们做新闻分析 余昊你好 来我刚才介绍的这个大麻减餐店 OK他这个英文 他是翻的他英文的原文是Coffee Shop Coffee Shop我们知道 这叫咖啡店OK 这个这个但是里面好像不太卖咖啡那样子 但是他就是用这个名称 所以而且里面讲说加州政府要把权力下放给地方 意思就是我们有州政府 然后呢我们有各地的这个什么不同城市的政府 然后由地方政府来核发这个大麻的减餐店的许可证 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做一个全盘的介绍 嗯好的这个历史由来是这样的啊 就是之所以管它叫Coffee Shop 是因为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呢 其实在70年代的时候啊 阿姆斯特丹的一些咖啡店啊 偷偷的卖这个大麻 那个时候呢已经到了就是属于这个民部局 民部什么民部局官不咎的这个地步 就是说虽然不合法但是你这样做了 只要没有人去告你没有有出事来 那警察就不管了 所以我们现在呢仍然把它在加州想要套用这种模式呢 就是还管它叫Coffee Shop 但它实际上它不仅仅是卖咖啡 甚至它主体都不是卖咖啡 主要的可能就是这种大麻的制品 这包括什么呢 包括可以用抽的大麻 还是那种蒸发的就是用电子烟的那种大麻 然后还有大麻的这个食品 但是这种地方呢有一个特点啊 就是它不允许你买或者消费香烟 就是你只要大家看到里面有人抽的东西一定是大麻 它不会是香烟 因为这是法律不允许的 同时也不允许它混卖酒精产品 就是你看到也许它在喝咖啡 也许它可能吃的是大麻的一些什么东西 但是它绝对不会有酒 所以在传统上面呢 我们就当然管它叫这个Coffee Shop 那现在是自从加州2018年允许这个娱乐大麻开市以后吧 这五年半了吧 AB347在加州5月31号 我看得到两党的支持 我为什么说两党 因为我看了一下投票记录 支持的票数有64票 反对的票数有的写的是10票 有的写的是9票 但是还有7票是弃权的 我相信这7票其实也是大概不太支持吧 就是用的是那个present那种方式 但是总体看来了 就是看来很多的共和党的议员也支持了这个 可能主要是因为这里边的 就是它的规定还是比较严格的 首先咱们说了必须就21岁以上 然后呢不能够卖酒精 不能够消费和卖烟 然后呢还有一些规定的是 它要求你把这个区域遮住 就是在外面的任何公共场所 是看不到你这里的 OK 所以鉴于这些规定吧 可能这个共和党议员也就妥协了 所以这个法案就通过了 我想要知道一下 现在我们讲的这个coffee shop 这个不但就是它是marijuana coffee shop OK 这里面是不是可以吃饭的 这里边可以有 我想你可以有任何coffee shop所卖的所有的东西 比如说小点子什么的 一般的coffee shop都会提供一些这样的东西 但是可能不会是说让你吃个正餐 可能大概不大可以 另外一个可能这个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其实这里边有一个建议 应该是说它特意提到了 就是说这里边你还可以举办一些表演 音乐会的表演啊可以出售门票啊 这样就变成了一个休闲的公开的这种休闲场所 那靠这种的可能是想吸引一些观光客 OK 它这种减餐店也就是像我们想到的咖啡店里面卖什么 三明治啊 饼干啊 什么小小的沙拉啦 一块什么炸鸡啦之类等等的 减餐店就是这样嘛 不是那种我们讲的是这种full course 就是一个一个很完整的餐点 就是一些减餐类的东西 有卖食物 但是呢同时也在里面有大麻的东西 就是你不管是要吸的大麻还是吃的大麻 或者是怎么样都有 但是里面没有香烟也不卖酒 对吗 对不卖酒 然后也不能够卖和使用香烟 就是我说我自己带了一个烟剂抽不可以 OK好没关系 我们现在搞清楚了这个法案了以后 那么接下来请于浩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 因为这个法案里面 他认为觉得说是根据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的一个做法 是效法人家的 那那就是阿姆斯特丹赚到大钱了是不是 要不然的话我们我们为什么加州想要去学人家呢 这个阿姆斯特丹在这个大麻产业上面 你到底经济成长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所以我们加州现在也想赚大钱了是吗 是阿姆斯特丹这个荷兰这个国家是很奇怪的 他首先他的那个农业和农业制品是相当的发达 其次呢 他也是像欧洲的一些其他国家吧 但是他更具有代表性一些 就是他这个自由思潮很厉害 然后对于毒品的这个分类呢 比较早的时候就分成了两类 一种是硬毒品 还有一种是软性毒品 这个大麻呢就被列到了这种软性毒品里边 那在70年代的时候有相当长一段时间 是对于软性毒品 你的他不是说合法 他仍然是属于毒品是不合法 但是他采取了容忍的状态 就是到了70年代 然后到了80年代以后呢 这个容忍状态就升就升级到了 允许这个咖啡店呢 去公开的去贩售 但是他有一个严格的限制 就是好像你不能够超过5克 其实这是很少的 就说你比如说你卖给 有人去了 你卖给这个人5克最多了 然后你今天就不能再卖给这个人了 我甚至不知道他怎么去 另外一个就是说 个人呢不能拥有超过500克的这个大麻 当然他们那边的话呢 是限制18岁以下的人 是不能够去买这些东西的 18岁以上的话其实可以的 其实这个东西确实还是让阿姆斯特 因为本来荷兰就是一个很注重旅游的城市 那么本来的观光客也非常非常多 那这个就变成了一个特色 它有很多那种Coffee Shop 你会看他街头那个Coffee Shop 他写的是一个字Coffee Shop 然后画的是那个非常色彩鲜艳的 甚至那个Coffee Shop的那个字后面 因为他们都是画那种黑板嘛 就会画了很多草的叶子呀 你一看就不是那种很传统的那种 那是大麻的叶子 对了这个就是告诉大家 这里我们有一个很特色的东西 那么吸引没有吸引到顾客呢 我看到的数据还是比较老的 那是2020年的数据是这个店的营业额 这些店所有加起来是营业额是10亿美元 哦 OK 在荷兰这么小的一个地方 OK 它最鼎盛的时期的时候 曾经有1600家这种所谓的Coffee Shop 嗯哼 嗯哼 对然后但是后来它也出了一些问题 嗯哼 出了一些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嗯当然有一些居民觉得这种有治安问题啦 甚至是很骚扰人啦 嗯哼 所以它做了改变 现在整体的这个嗯 这个这个就是这种类似这样的Coffee Shop 已经降到了700多个 OK 嗯但是营业额消费额还是相当可观的 OK 所以荷兰的阿姆斯特单是赚到钱的 所以我们加州想要模仿这样的一个模式 呃这个也带动这边的产业 可是问题在这里你知道吗 五年了这个就是这个大麻合法化五年过去了 这个很多人都说这个产业可能会造成什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难道这个产业没赚到钱吗 怎么现在想要通过一个什么减餐店啊 然后继续来卖这个大麻 可见就是抽的人不多是吧 还是怎么回事 嗯是这样的就是提这个议案的这位议员呢 他是民主党的那他这个议员 嗯 他根据他的调查他发现在加州这个2018年 其实2016年通过的法案2018年才开始实行 可以卖这种大麻的经营的这些店呢 其实呃经营的效果都不是很好 都有两个原因 嗯 嗯 第一个呢就是加州毕竟给了他们非常高的这个税收 嗯嗯 嗯第二个呢就是大麻我不因为这个这个我没有接触过反正大麻在美国一般来说哈我们把一个以前禁止的东西然后把它合法化了其实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打消黑市因为黑市是不受监管的对他面临的这个犯罪的风险比较大所以他的运营成本比较高那么可能就会自占两个东西一个就是黑社会啊这种有组织的去非法另外一个呢就是价格气高 嗯 结果现在倒好这个虽然出现了加州的这这种允许贩卖大麻的这种商店以后呢去调查是加州的大麻黑市的整个的市值翻了一倍就是黑市的黑市的大麻的卖的更加好了而且非常的好 那这样的话呢让这些合法的商店难于生存 所以呃这个这个这个曼哈尼他提提出这个法案是希望能够两方面吧一方面呢就是主要我觉得还是想呃帮助加州去多赚一些一些钱 嗯 另外一个呢就是呃也扶持一下这些已经合法得到执照的这些大麻店希望他们能够生存一下 对啦这个刚才余昊讲的很很正确啊就是呃第一呃因为大麻在所有的科学证据之下呃已经把大麻跟喝酒所有的东西做过比率啊就做过做过相同的比较 所以说他才能够除罪化除罪化之后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希望能够增加这个政府的税收如果他是百分之百的毒品呃就是说在那种那种比如说骨科碱就是这个什么呃因素花这种你不管你怎么样你都不可能合法化那那很清楚一件事情就是在科学的证据之下 在我们所目前研究的科学证据之下认为大麻跟酒精完全相等那么就要用酒精的方式来做这个处理呃但是没有想到五年以后大麻业反而亏钱了OK好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那我们待会就要请余昊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一个报道既然法案通过了那么到底会带给加州有什么样的这个税收呢能够带动这个观光产业 到什么样的程度呢还是先做做边走边看我们待会再请余昊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深入的分析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 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恒劲探讨的尖峰主题是加州呢现在又推出一个大麻减餐店啊现在可以这个卖大麻吃饭然后这个还有很多的这个里面可以什么有什么唱歌就是live band啊就是有现场演奏之类等等的呃现在为什么推出这样的一个大麻减餐店呢就是要效法阿姆斯特丹的做法提升旅游跟经济 想请教听众朋友的问题是你觉得呢这是不是个好方法呃你你会带你这远方朋友去这种这种减餐店消费吗呃待会呢我们在洛杉矶时间六点半以后纽约时间九点半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好那么今天我们节目线上邀请到的来宾是余昊和大家来做新闻分析来我我想我们还是一样把这个新闻的话题来仔细的算这笔账哈就是说既然呃这个加州的大麻合法化以后结果合法的这些生意人结果都亏钱了而且都怎么讲打不过黑市这个所以呢现在又想出另外一个方法希望能够帮助他们同时也增加我们自己州的一个税收啊 呃还要推动观光产业来这笔账怎么算的因为刚才你讲说荷兰这个阿姆斯特丹就是这一年可以赚十几亿美金啊那我们美国呢你你觉得呢我我们的账这样算的话可以可以到十几亿吗你的看法 我觉得以加州这个体量来说的话如果这个法案通过的话呃如果像像荷兰这样的像丹麦像像阿姆斯特丹这样的小地方也这么推行的话我想十十几个亿恐怕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民众的接受度因为像在欧洲国家啊呃你看像德国对于妓女的这种开放程度那还有像呃欧洲这几个小的国家吧旅游比较好的丹麦啊荷兰呢呃对于毒品啊对于妓女的这个开放程度都是非常非常高的 他们以此来去吸引过功课我觉得加州美国恐怕还没有这么开放吧我看你看像纽约这个加州是比较开放啊18年就开始了纽约一直到2021年才开始这个合法的呃娱乐大麻合法化 纽约跟其他的美国比他已经算是很落后了因为在纽约呃允许使用娱乐大麻的时候美国已经有15个州都开始都开始允许这样了 那我觉得即使是像这种大的非常自由化的城市哈民众的接受程度如果不大的话呃那就是即使是比如说你州政府你定了这么一个法律但是比如说他的县或者他的市区呃因为各种各样的考虑不允许这样的商店去去开放或者说不给你颁发执照或者对颁发执照有非常严格的限制那这样的话其实还是会不会去让这个厂业 这个产业马上就兴盛起来我相信实际的操作方法大概可能是这样的就是根据有一些县或者是自己的经济需求那有些县是呃他本身没有什么旅游特色那没有办法或者说他甚至都不是一个交通的好地方那他只好独出心裁就尝试使用这样这样的办法能不能吸引到一些游客那如果要是像我比如说我举例的我就像 呃阿卡迪亚这样的学这样的这个城市他学区又好然后呢整个城市也不也不缺什么收入我觉得像这样的地区恐怕你要想拿到一张执照恐怕根本就很难了甚至整个城市就说我根本不吃这一套我不去允许你办这样的事情这也有可能 ok 好呃那么另外一个部分哦就是说刚才你讲到了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法案是完完全全这个超这个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一个方法但是我想的重点就是说因为我们美国呃尤其是加州来讲的话或者是我们在洛杉矶他还是有好莱坞这个地方还算是很多外来的人会想要去好莱坞参观啊或者是在纽约的话纽约的话有这个Time Square啊这些地方都是世界著名的地方 那么我们加州如果还加上了一个大麻的减餐店的话你觉得呢你对于其他的州的这个消费者来讲我们美国有50周哈不是只有加州跟纽约加州跟纽约也不能代表美国只能代表只能代表各地而已会不会吸引到其他的州的人到我们加州来特别玩一趟顺便去抽个大麻你觉得呢我觉得一定会的就是呃都不要说别的就是以我的这个来美国参观 参观旅游的这些朋友哈对于美国比较新奇的地方他们都是很感兴趣的呃特别是那些就是比较关注时事新闻那对美国也比较关注的这些人嗯他们到了美国来你知道就是这两年来我来来美国到我这些朋友基本上呃都是很关注一些在呃他们援助地无论是中国大陆也好或者其他地方嗯 嗯他们没有办法做到事情比如说去呃一些呃呃枪对吧去去打枪的这样的运动嗯嗯嗯还有一些呃美国比较有特色比如说骑马呀这在中国虽然也有了但是他不像美国这边 你甚至就像我以前住的地方那个社区后面就有牧场然后就可以去骑马嗯嗯他们对这些新奇的活动啊包括射箭这样的活动我指的是室外的啊嗯嗯嗯嗯嗯嗯嗯这样的射箭他们都非常非常的感兴趣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是加州呃开设这种大麻店的话嗯 嗯欧洲的顾客可能会非常愿意来尝试那么其他亚洲地区的一些人可能我觉得亚洲人的好奇心其实是挺强的所以也会吸引到这这其实嗯嗯引起了我的一些担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说了半天就是仿照阿姆斯特丹模式嘛对啊那么阿姆斯特丹当年这样开放的话使得这个大麻产业吸引了大量的观光客以及这些呃好奇的这些人来来这边嗯嗯结果最后呃 这几年下来哈嗯嗯嗯政府重新评估他们认为得不偿失哦所以现在的这个阿姆斯特丹的这些呃咖啡厕这些大麻店呢他们已经只能卖给当地的居民如果你是外国游客的话已经不卖给你了哦那么就是因为可能大量的外国游客因为到这里来使用而且这些人啊他们很可能是第一次或者说没有经验这个了解不多他们来使用可能会引起各种各样的问题嗯我觉得大麻跟酒精还不一样 反正像我们喝酒啊知道有些人喝多了他就难受不喝了或者说他有的人喝多了以后呢他可能会吐或者可能会睡觉有个别的人可能喝多了以后还会闹事就是有的大麻的使用完了以后的据说使用完了以后的那个多样性变化太多太多了所以变得非常不可控所以这点是我我个人觉得很担心的一件事我觉得是这样子在美国尤其是超过21岁的时候那个酒精会喝死人的 很多学校里面都有这个所谓的什么兄弟会然后大家一起开始拼酒这个酒精住院然后死人的事情啊这太多了而且多的不像话所以我觉得那个酒的那个部分啊也挺可怕的只要这种东西是成年人使用的时候都需要小心啊这个再讲一个喝水也会撑死OK我觉得我们我们我们人最聪明的是因为我们有智商OK我们不是傻子OK但是问题是你刚刚讲到就说 你从国外来的朋友就觉得说哎你们美国这个什么涉及很有趣啊起码很有趣啊你就让我想起来我当年那个时候我有几个同学在东外念书他们就会推荐推就是就是来这里玩的时候就说哎要我推荐那种叫做糜烂又合法的地方OK我就带我的同学去脱衣舞殿OK这这糜烂又合法OK但是脱衣舞殿也没怎样啊你知道吗也就这样啊所以我的意思说 会不会让我其他的同学或者朋友全家人到到到到加州来去这个coffee shop就是marijuana coffee shopI don't know但是我相信会有人很多人去尝试吧不过因为在法规上面他已经说了你不能够很容易的被找到他不能够就是像我们什么什么麦当劳的牌子那么大一个什么JFK的什么那种那种牌子你知道吗他一定要在很隐蔽的地方那这不是就是变成好像要有人带路才能找到吗 是不是这样是可能会不会像他这里面还不允许做广告所以他有很多很多的对他不允许在那个外面做广告所以这里有很多很多的限制我觉得这些限制可能也是有必要的我看像纽约即使是这个大马合法化了在什么公园海滩广场餐厅酒吧学校基本上所有的公共区域都不允许使用有一个例外就是比如说他这个比如说在纽约 有很多那种大的建筑建筑里面可以有你有你有住家吗他如果这个建筑的业主说我不允许使用大马但是仍然你可以在他的这个建筑里边你自己的家里边是可以使用大马的但是你不能够在公共的场合或者是对别人能够看到的地方使用大马所以我觉得这一些限制加起来的话我并不是很看好这个建筑大马的这个产品的发展OK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这个把节目时间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现在我们加州想要赚钱OK所以呢这个通过了一个法案就是大马的coffee shop就是减餐店里面有卖食物然后也有这个饮料那么同时呢也可以卖这个大马就是大马有很多种不管是吸的抽的吃的那么也就是仿造了阿姆斯特丹的一个做法预计呢可以推动旅游跟经济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觉得这个方法怎么样 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16265851300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针对于加州啊现在又推出了一个新的法案要这个让地方呢来核发这个执照就是大马的减餐店啊呃这个目的呢就是要提升旅游跟经济主要是效法了阿姆斯特丹的一个做法认为这个是一个可以赚钱的好好生意所以呢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觉得你会不会带你远方的 朋友去光顾这种大马减餐店呢因为他的英文名字叫做Coffee Shop啊他不是Restaurant但是里面有卖食物然后里面还有卖饮料但是不卖香烟不卖酒就是卖大马还有吃的东西或者是里面有人唱歌吧所以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觉得呢这是不是提升旅游跟促进经济的好方法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 节目线上的礼拜三的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余浩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呃我想这个大马在洛杉矶已经推行了大概五年之久了吧很多人到现在都还搞不清楚大马店在什么地方但是也有人很清楚知道那个大马店在什么地方呃但是很清楚的就是大马店不赚钱所以呢现在州政府呢又推出了一个新法案 叫做大马店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意见来我们听听看嗯这个店线上的朋友的意见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喂嗯嗨你好赵小姐嘿嗯加州政府看来又穷疯了 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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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客们为了为了选票为了钱要把加州推向一个深渊啊这些年轻人是什么都不懂的啊然后这些这些政府这些领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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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好ok但是我先讲哈这个是21岁以上才能够做的哦就是你要你要年龄到达21岁你才能够进去但是他就是希望能够促进旅游跟经济你认为呢能不能够做到我们能不能够换钱回来你觉得呢不可能不可能这种方法只会把人民更加的毒害丧失劳动力人大家的神经系统就是人这个这些drugs把大家的neurosystem整个的disturb 然后他们不能够normal function不能够工作不能够有正常的生活ok那个那个你讲的就是成瘾性啊跟酒精一样啊如果一个人常常喝酒他的这个nerve或者是你讲的这个所有的系统会不会被搞乱会啊酒精有没有中毒的有啊酒精要不要戒毒要啊你知道吗但是我觉得还是一样了就说我们现在看很多不同的方向所有的东西都是有好有坏的我们一一来讨论现在就讲赚钱能不能够 赚钱这个这个很重要或者是认为觉得说这种钱不能赚哪好我听到你的意见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好不好感谢你的分享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了请讲喂哎你好赵教授是你好啊啊余先生好啊其实呢在加州出现这种没底线的法律是不惊奇的为什么没底线对 为什么没有底线因为我要挖钱可以去贩毒卖毒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再次强调哈法律通过了公民投票通过了大麻在美国他是成年人的娱乐的这个产品我知道在亚洲不行哈亚洲我从台湾来的我就讲台湾好不好台湾如果你在西大麻被抓到了ok第一他是二级主品两年以下 有其徒刑拘役新台币二十万元以下还要被关进阉读乐界所非常可怕但是问题是我们美国真的已经是法律通过公民投票通过的好不好我现在意思就说你看到这种东西你觉得说能够提升旅游跟促进经济吗你觉得呢不可能因为前面已经有了这个啊 阿尔斯特丹的这个例子了嗯说他的钱呢并没有因为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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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毒品而增加多少来来您可能不太习惯这个大麻就是大麻他不是毒品了好不好我不是硬要强调说把你转过来但是因为我是一个新闻记者我有责任告诉你说这个东西他现在就是属于成年人的东西那要不然的话你要用毒品这个东西他在我们的法律里面现在就不是啊你知道吗那这样讲话酒精也就是毒品了 好谢谢你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好不好谢谢你好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 谢谢主持人给我机会我觉得这个大麻电开啊真是一种臭名昭彰的一种我觉得加州啊加州的政客应该做正经事想着怎么把制造业恢复起来怎么为小小企业饭店老饭馆老板什么酒楼老板放松枷锁让他们雇更多的人振兴加州 而不是搞这种偷鸡摸狗这种又又想而且还半遮半眼的不能什么打广告这那的那就是又想做婊子还想立真解牌坊挣钱不是这么挣的光明正大的 我觉得对旅游对什么招来顾客我觉得根本没什么作用首先毒害的就是我们加州的人民先把自己的人民都给吸毒了而且加州旧金山还正经的毒品还有注射站这世道还有黑白吗 所以我觉得加州搞得乌烟瘴气啊黑白颠倒告义良知被冲到下水道就是这些议员干的他完全跟我三十年前来美国完全是不一样了 OK打住打住三十年前我们还没有手机呢电脑都还不太流行呢你说是吧如果再讲前面的前面的三十年人还要去跟田呢是吧我们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过嘛好不好 感谢你啦所以你的意思就说听到这种法案你就觉得说乌烟瘴气好行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好不好谢谢你的分享来你在线上请讲 喂 好管理我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我是建权反对的好吧 提升经济跟创造这个旅游 我觉得跟我们城市的地位完全不符合 就是说我们我们之前我们的洛杉瘴还有加州的城市的还有那个州的定义里面并没有毒品这一项他们现在是想把这个毒品加进来 能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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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说毒品好不好讲大麻这两个大麻对对对对我们讲毒品是什么你知道吗像fetanol还有像什么cocaine 这就真的是毒品OK那个非常贵我们就讲大麻这两个字好不好谢谢你所以你的意思就是再重复一遍 就是说我们的城市的定位还有我们州的定位并没有大麻这一项现在是想把这个加进来我觉得并不好 对于未来我们是肯定是有负面影响的好吧 OK OK好你就是意思说人家讲到加州说什么哦加州有那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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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个娱乐产业结果你说现在还加上一个我们卖大麻你觉得难听死了也有道理我们总是你知道吗我们每一个州他都有一个厂牌嘛对不对你觉得加州不要你吃这个厂牌是卖大麻的厂牌不要OK行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齁来你好你在线上啊你觉得呢大麻的厂牌不要不要不要OK行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齁来你好你在线上啊你觉得呢大麻的厂牌 他减餐餐店可不可以提升旅游跟经济 那个方面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在这个电台的评论者哈基本上90%都是用中国思维来评论这些事情我也不喜欢这些东西但是你要知道这是自由的美国实际大麻哈早在美国之前加拿大早就合法了我去欧洲很多地位也有甚至泰国都有这个大麻哈不算 在我们的观点当中和西方人不一样他不算毒品他就跟抽烟也差不到哪去而且这个东西哈美国这种制度哈这种东西和枪都是没法禁止的你在恨他你在这用中国用思维来啊美国应该怎么怎么样哎呀太可笑了来来来来来不可笑不可笑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是一个移民的国家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个这个过程就好像很多人我们讲大麻 但是有些人就死都要说毒品我因为在中国在香港在台湾在日本在新加坡这都是二级毒品你知道吗你从那里移民来的时候你难免带着当你祖国的那种那种法律的印象吗但是没关系啊谁都要经历这里吗对不对经历过这样的一个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我们谈论的这些议题也是希望让大家能够理解说 哦我们现在是怎么回事了不过感谢你我理解好不好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先来后到啦谢谢你的分享好来你在线上了你的看法喂喂喂喂嗯你好你在线上请讲有些古语叫刮羊头卖狗肉我们给他现在改成什么刮咖啡店卖大麻OK如此而已OK所以你没有告诉我 这到底能不能够提升旅游跟经济这到底能不能够提升旅游跟经济呢他不管他挂什么头卖什么肉到底能不能够赚钱这是我的问题OK谢谢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哎广云你好好哎呃呃大麻是吧对啊对啊好两个字哈嗯那我加一个字三个字大麻烦OK这个事情我这就是我对他的看法没有他现在要 提升旅游跟经济你觉得提不提的起来能不能够赚钱能不能够赚钱用这样的方式去赚钱的话得不偿失嗯嗯好OK大麻烦OK好谢谢所以意思就是这个事情不能够只往前看往前看以后因为事情总是两面的不可能只有一面的所以你觉得说你看到的是负面的 这个麻烦这个麻烦是无穷止境的不值得好谢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了请讲 呃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呢呃对我们的这个观光靠这个观光提升观光是蛮可笑的啦说实在的为什么呃第一呢就是说我们加州身为全世界第五大经济体那么需要观光钱吗 OK anyway很重要没有关系我来这些人来呢他他们的预算也都差不多啦现在我花在这个地方那么我这个地方少花一点但是我认为大麻合法花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说呢我希望他能够第一就是说呢杜绝这个毒枭的问题第二就是他正面的医学上面的研究 OK因为他对于来来来来来我理解这个都是公投当时的事情现在我们讲的是现在推出来的法案是大麻减餐店这个Coffee Shop他现在要提升经济跟旅游你赞不赞成你觉得这是不是好方法你会不会带你的朋友去现在只能到这里了过去的事情已成过去好不好来回答我的问题谢谢 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呢这五东西反正就是公平竞争嘛对不对你开了关开了不赚钱就关嘛对不对这个东西没有什么特别特别说什么特别重视美国是一个自由的一个经济的一个社会你赚钱就赚钱就开着多开着竞争你不赚钱就关嘛OK OK所以 吃的人就有都会去不会去的人永远都不会去啊就这样了OK也对哈我们大麻这个已经合法化五年了想抽大麻人到底有谁我都不是很清楚但是好像不是很多嘛所以现在为什么要拯救大麻业就是看起来很多人都不怎么想抽大麻或者使用大麻好感谢你所以你认为自由市场拼一拼行就行不行就是倒闭好行谢谢你吼来 你在线上啊请这样我是非常反对这个大麻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三十几岁四十岁五十岁我周围的人抽大麻的人很多耶OK那你认为呢现在做这个减餐店想要提升旅游跟经济让其他外国的人来或者本国的人特别到我们加州来玩顺便去这个使用大麻你觉得呢我觉得应该可以啊应该可以赚很多钱 我的想法跟大家不一样因为现在大麻不是毒品了我自己是非常反对不喜欢抽大麻的人但是我是周围的人我觉得很多人都是像recreation的都在抽就跟喝酒一样啦有人喝有人喜欢喝啤酒有人喜欢喝白酒是吧对而且我觉得周围很多抽的人他们没有上瘾 他们就是说偶尔抽一下耶而且会吸引就是local的人当然更会吸引这个外国来的游客我是觉得所以我觉得可以啊我自己我不会去 万一你的朋友呢从远方人来说哎你们这里有没有糜烂又合法的地方你会带他去哪里 我的话因为我的话因为我的年纪比较大我是不会带我周围这些人去因为这个50岁的人都是还年轻他们要去我当然可以带他们去但是我自己是不会去 OK去抽那种东西的OK了解其实我觉得啊你带人家去你必定要抽啊对不对你进去我可以吃东西嘛是不是我想还是一样啊我们以周来讲的话这我们加州是第一个这样做 那么到底有没有用能不能赚到钱能不能提升旅游这个这个是一个重点啦好不好谢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 喂喂喂喂请讲你觉得呢 你说这个大麻咖啡咖啡是占不占钱啊就是能不能够提升旅游跟经济这个是问题 那如果说你只有一样的话你就不行了你要下一个河南就要两样同步进行才会赚钱一样的话是看不好不不看好了两样 你要另外一样加进去他就那就一定赚钱了我OK这到底还是两个国家吧 荷兰做的事情呃不是每一样都很适合加州吧但是我们现在能不能够讲通过的法案好不好 谢谢你啦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来久等了谢谢你喂 哦我我支持哈喽呀就你因为不是不是不是支持他说他要提升旅游跟经济你觉得呢支持做得到吗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因为大麻的人口就这么多我再说一遍大麻的人口就这么多而且很多事情一旦合法会以后往往使用的人口数字下降了 哦如果这个如果这个大麻的西式大麻的人口减少了这个嗯对呃呃呃通过大麻提升的经济就是这是不会有正面影响的因为最主要的一切的经济的根源就是这个使用的人口嗯 取消人口減少了,这项金额发展推动没有作用 那因为你总有朋友从海外来嘛,对不对,来看你或来找你 你会不会想说我也带朋友去这种地方,这种咖啡店来消费一下 第一,我几乎不认识,我现在几乎不认识有臭大麻的人 如果有的话,他们想去,我可以带他们去,但是我想在其他州 这个大麻已经基本上在全美国科技都合法了,不会因为西大麻而特地来加州里面 不想家人不会多 好,你的意思就是说,美国有这么多地方都合法了,特别跑到我们加州来 搞不好我们这边有好莱坞啊,对不对,有旧金山啊,所以就特别跑来看一下 但是你说,特别跑来这里玩,还要来这里这个抽大麻,而且这里还可以吃东西 你觉得可能性非常非常低就是,好,行,谢谢你 来,我接最后一位听众朋友电话,您在线上,喂 其实我们认为有一些新兴的事物出现嘛,它肯定是有它的必然性的 如果我们单从我们个人的角度去考虑一个问题的话 我们争论这个话题对于错的话,估计一年半载可能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因为我们是中华民族的子孙,所以说我们这个民族饱受 来,哇,中华民族啊,这个其他听的朋友可能有人是新加坡人 好不好,可能有人是印尼人,但是他也讲中文 我想你讲的这个别局限性了,你的意思就是说 你有讲到那个鸦片战争了,是吧,鸦片战争 那个叫做英树花,英文叫做cocaine,我们讲的是marijuana 两件事情完全不一样啊,所以你觉得说有历史的负担是吗?是不是? 不是,我们的华人,我们华人因为心里面有一个警醒在那里 就是说这些不健康的东西我们蛮抵触的 但是我并没有说这个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你明白吗?主持人 哦,OK,好,所以,OK,来,谢谢你 我节目进行到这里,进广告哦,待会再回来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时间只剩下最后的30秒,我们请余浩和听众朋友来做个总结,谢谢你 好,刚才有听众朋友问啊,说加州这个大麻到底能挣多少钱 我查了一下,现在加州大麻在2021年的销售总额是34亿美元 如果这项法案通过的话,有人预估很快就会达到50亿美元 所以钱的量还是可观的,但是挣了这些钱以后 那么在别的地方要维护和保持这个居民的安全和或者是正常的生活 可能也要花一些钱 所以这个账啊,还是得以后再慢慢算 所有事情都两边看,所以精打细算 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 非常谢谢余浩带来的新闻分析,感谢您 拜拜 好,谢谢广瑜 谢谢纽约和多长期的听众 好,那么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了 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 还有您的参与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拜拜